南部官政府帶頭來習慣基盤環保餐櫃 檢照使用一次性的餐櫃 允潔市塑膠 希望餐廳業者可以來做兼營 大家做好本事玩頭減量的工作 回中同時感謝體育的技術 將近30年的時間為環保餐桌來庫存 官僚可笑看 特別來送禮品 請來歡迎他 回來做環保一天 環保的議題包括在哪裡的 哪些的召喚點等等的很多的民眾 我們說鼓勵大家在本水的氛圍 才會有減量做回來 關乎環保協特別基盤環保餐櫃的活檔 希望餐廳夾借 可以依照地吃環保外匯的風險來辦理 盡量使用料費還是保留這些餐櫃 減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不管是植碗或者是竹筷子 針對外匯業者 其實目前法規還沒有很強制的管制 所以我們今天的概念就是 我們把外匯業者請來 外匯業者其實在幫這些餐櫃 也可以做到不要使用一次性的餐具 所以我們今天環保局 用外匯業者來我們這邊辦賭的方式 希望我們也可以打造一個環保的餐櫃這樣的概念 那麼在關本水的親土的問題檢查 雖管忽用心醫療各種方式 來提醒專民的環保機械 這本初來基盤到環保餐櫃 也是提醒大家享用美食的東西 可以來落實到本水關頭檢查的工作 保局也希望能夠落實這個永續環保 那不僅是在我們各種食材的選用 還有包括我們這次都避免掉一次性的 所有的這些的包括相關的塑膠類品等等的 那透過這樣的環保意識 我們也希望各個公所也能夠一起來響應 那慢慢的讓我們南投的跟全台灣的垃圾 都能夠不斷達到減量的效果 不管民間的公家的 我一直都是在做環保的工作 空氣水環境這些 所以說真的也是百感交集 這位張晴南記者27年來 李完會中科學館長也感謝 環保教退學董事張晴南 為環保養者付出也更奉恨 比較歡迎一日後回來做環保技工 記者的迷信 早報到